真是小瞧了郭彩杰,没想到穿皮裙怎么有料,网友,快赶上柳园了。 郭彩杰虽然是歌手出身,但是却凭级《小时代》系列电影中的故里一脚而走红。 作为郭敬明的御用女主角,她还出演了电影《绝迹》,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。 郭彩杰曾与男演员杨又宁有过一段恋情,两人最后还是分开了,之后她一直都是处于单身的状态。 郭彩杰虽然人长得娇小,但是魅力不小。 郭彩杰的外表甜美清新,但是演技气场强大的角色也毫不逊色,而且身材娇小的她,身材比例也极好。 真是小瞧了郭彩杰,没想到穿皮裙怎么有料,网友,快赶上留言了。 穿上这款皮裙的V真是性感十足,虽然前硬的皮裙多了几分冷淡和前脸,但市场半身的深V设计夺天际分小性感,秀出小满腰也很加分。 郭彩杰的其他造型也很时髦,身穿一款吊带蓝色长裙,看起来优雅大气,十分时尚有范儿,一款红唇点缀出她性感魅力,发型也独具特色。 郭彩杰身穿一款蓝色衬衫,搭配一款蓝色长裙,脚踩一双绿色高跟鞋,看起来个性又有范儿,短发的造型也十分适合她,尽显干练与清爽。 2005年大学一年级时参加国立台北大学学校歌唱比赛,第六届北运奖,翻唱爱我歌曲Y,夺得个人组冠军而被发掘成为歌手。 在2006年郭彩杰,选择了经纪人叶乃文所经营的公司娱乐产房,合作一支至今。 2007年12月25日首次发表第一张专辑《隐形超人》,以《优格女孩》为号出道。 发表首张专辑,前,曾在多名歌手的音乐录影带亮相。 郭彩杰在出道后,除了歌唱事业外,还参与偶像剧及电影演出。 在出道时被唱片公司打造为《优格女孩》,而Girl,一直优质精选,格外有形。 是华纳唱片2008年度的《女心人》,被看好为2008年《闪亮星红人》,受柴制评,徐友宁及刘伟所推荐。 同时,期视卢学瑞发片期,所以部分宣传都与卢学瑞一同进行。 郭彩杰出道后,仍在大学继续电书,直至6月7日毕业。 经历一年多,在2009年5月1日发行第二张歌,仁尊及爱意响。 在发片前,郭彩杰被封为《水女孩》,一直很容易被事情感动而落泪。 在5月4日开办了发片记者会,郭彩杰在会上获赠一张由华纳音乐大中华区。 总裁陈泽山送出的空白机票。 6、巴巴水灾中捐出新台币10万元赈灾。 其第三张个人专辑《烟火》,已于2010年6月9日发行,宣布成为部长大女孩,曲风以文艺,民谣,温暖小品为主。 第四张个人专辑给他,则于2012年8月10日发行,专辑呈现小青心甜蜜曲风。 2013年,郭彩杰在无出片计划,仅为电影《夏日是爱》现场主题曲暖手心。 相隔三年多,于2015年12月25日出道满八周年时,推出第五张专辑迷你电影原声带《爱造飞机》,首次结合歌手与演员身份,也是台湾歌坛首度推出微电影和原声带合一的专辑。 7、专辑融合国语、英语、粤语、台语、日、于五种语言,也是台湾歌坛的创举。 迷你电影中,郭彩杰扮成机界,顾锡菊与张夏全对戏。